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12月5日 再给您分享一个程序开发语言的 一个我自己的杂谈 什么内容 咱们看这个网站 咱们大家知不知道 T.O.B.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每个月发布一个 咱们全世界当今最流行的语言的开发语言 程序开发语言的一个排名 现在是2018年12月份的排名 咱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排名第一位是Java 是吧 第二位C Python C++ VB.9 C Sharp JavaScript P2P 这是一个排名 每个月都会更新 大家请看 有的上来有的下去 对不对 是这样 这个排名怎么说呢 仅仅是作为一个参考吧 你不能把它太当回事 对吧 所以我今天做个杂谈视频 干什么 我就想利用Google趋势工具 好吧 咱们看一看实际的排名 到底能差多少 和它实际的说法 好不好 咱们就来这前20位 您看怎么样 好 那咱们说干就干 有的朋友可能还没有用过这个Google趋势 这其实非常好用 来看咱们这个keyword 在这个视野中被使用 或说被检索的次数 咱们试试 比如说 咱们先来最后一个 这个PLSK 怎么用 正好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工具 非常方便 一回车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些 这个是PL Circle的最近一年的它的变化 检索的情况 然后咱们在这可以做一个比较关键字 比如说咱们再来一个 第十位 第二十位的是PL Circle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第十九位 是VB 我在这一敲 VZO Basic 对吧 一回车 它们两个的检索次数的比较 能看出来 大家请看 VB是红的 对吧 PL Circle是蓝的 大家请看 VB的检索次数明显高于PL Circle 对吧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再来 第十八位 刚才这个词表是PLSK 咱们把它敲上 再看一下 怎么样 大家快注意看 这PLSK的检索次数 又大大的高于VB 说不什么 说不这个排名还是对的 没有错 咱们再往上 这个排名第十七位 是谁 第十七位是卢比 咱们这敲卢比 再试一下 看是不是像他说的 这个排名 大家快看 卢比是这个绿色的 对吧 远远的高于 刚才的前三个 对不对 没有问题 这个排名也是对的 咱们再往上 卢比之上是R语言 这R语言 这个没法看 我光敲R字 这看不出来 这肯定是特别高 但这个没有意义 这R语言 咱们把它跳过 这R语言是和Python一样 用于科学计算的语言 咱们跳过去 咱们这敲Go Go语言 敲Go浪 一回车 看一下 Go浪其实并不好 这个地方 我如果敲Go的话 会出来很多 但是Go和开发语言的Go 是两个意义 所以这里上 我不能敲Go 因为敲Go的话 出来可能特别多 这个其实不是开发语言 是这个英文单词的Go 肯定它特别高 但是咱们这个 不能把它理解为 检索Go语言的人比较多 不能这么理解 好 咱们再往上 咱们Go 咱们跳过去 咱们敲Swift 可以吧 看看这门开发语言 检索的人怎么样 多不多 大家请看 Swift和Luby的检索数量差不多 仅仅是在 我看这是在什么时候 在2018年10月7日那一周 的Swift 检索数量比较多 那周是不是有什么 Swift的一些活动 也说不定 好 咱们再往下 是这样 这个比较图 最多只能输入5个 那咱们就记住 Swift 咱们把这个破语言替换掉 反正这个 不是破语言 是这个PL Circle PL Circle 反正咱们都知道 是最低的 对吧 咱们替换 替换什么 替换Swift的上面语言 MathLab 这是一个作图语言 也是用于科学计算 咱们试一下 看它是不是高于Swift 这个没有 大家请看 蓝色的是MathLab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它的检索 其实不如Luby和Swift 对不对 好 咱们再往上 接下来是汇编 汇编 这怎么敲 这应该不会出来 Assembly 我给您试试 Assembly Language 这检索数肯定不会太多 这个关键字写的不好 咱们再来 Dalphi 再往上 排的第一十一辈子是Dalphi 咱们再试试Dalphi Dalphi现在已经不怎么流行了 对不对 所以根本看不到 对不对 咱们这个地方 咱们不叫Dalphi 叫Pasco 再试一下 一回事 Pasco也根本看不到 所以说这个语言 你说真的排在Swift前面 不能这么理解 好 接下来 我看看 接下来是 OBJLC第十位 咱们试一下 剔掉谁 就剔掉Pasco 这个不太好 用Objective-C 看看这个的 检索人有多少 这个也是看不到 看来我这关键字也敲得不是特别好 是吧 OBJC咱再试一下 用这个吧 变成原C 它是出来一个选项 咱们试试这个 有后选 但是大家请看 Object-C的检索量远远低于Swift 也就是说咱们今后如果开发iOS应用的话 还是让您首选Swift 看来是没有错 好 咱们再往上 接下来第九位是SQL 这咱们看一下 剔掉这Pasco 再看一下 检索SQL的语言的人数 大家快看 刚才检索PSQL了 P2 SQL了 那是Oracle的 这个 存在过程的SQL不是很多 但是 这SQL是黄色的 大家请看 确实 检索SQL的人 不在少数 这次咱们就知道了 确实SQL这门语言 真的就是 咱们每个人都应该会 为什么 咱们一般开发系统怎么说 能不连数据库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都应该会 好 接下来再往上 SQL之上是P2 P 号称世界第一的语言 咱们剃掉这个Operus-C 在这个地方 敲P2 然后选择这个 变成语言 看一下 大家看 P2的现在真的是在走这下坡路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个橘黄色的线是P2 现在检索量和MATLAB 简直成为一个 不向上下的水平 也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大家都不再用PSP了呢 很有可能性 再往上 JavaScript 我看JavaScript咱们剃掉谁 咱们剃掉 Sleep 咱们肯定想要 Luby 我肯定想要 把这个MATLAB剃掉吧 这个确实用的也不多 咱们国内用的应该不多 这个我确实没用过 好的 试试 咱们敲JavaScript 这个用的人肯定是多 灰车 编程语言 把这个挑上 看一下 蓝色的线 大家请看 确实是比SQL还要高啊 所以说刚才那个排名还算正确 没问题吧 这么看起来 P2P稍微再下游一些 好 咱们接下来 JavaScript的之上是C Sharp 咱们试一下 剃掉谁 剃掉最下面的P2P 咱们不看了 用C Sharp 后选 它这边有编程语言 选这个 看一下 P2P跟C Sharp感觉差不多 也是在下游浮动 并没有上来 好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咱们再试一下 刚才这个排名的第五位 刚才排名的第五位是 Basic.net 咱们试一下 Visor Basic.net 我这敲 .net 这.net没出来 这个大家请看 编程语言 VB.net 对吧 点击 看看检索它里有多少 几乎就没有 大家快看 要是没有的话 这是Google的趋势 对不对 没有的话 怎么刚才排名 VB居然派到第五位 我怀疑它那排名的真实性了 其实有这个问题 但是其他的这几个排名 还都是对的 好 咱们不管了 把VB剃掉 接下来排在 刚才排名第四位的是 哪种语言 C++ 咱们再试一下 C++ 编程语言 这个 一点击 看一下 哇 C++的这个 检索量还是有的 但是因为C++本身难度比较大 估计有很多的项目 宁可用C 也不用C++ 所以说它的 检索量确实不是很高 其实比如说 如果像我来说 我如果开发一个项目 让我 以前我开发过 这不是手机 是叫做终端机的应用程序 当时我是用C开发的 当时我们客户选 C++ 我们讨论半天 最后决定用C 为什么 因为C++确实有点难度 用C相对简单 因为纸针 唯有纸针就够我操作了 还得面向类 然后还得面向多计程 还得面向多态 C++咱们处理不过来 所以说这地方 咱们C++看下 确实是比其他几个语言技术 还是要稍微的检索量低一些 接下来 前三位了 第三位 Python 试一下 肯定非常的火 变成语言 Python 选这个 看一下 大家快看 前三位的第三名 Python 橘红色的线 真的就是比它们都高 对吧 OK 那么咱们都知道了 该学什么语言 Python 对不对 没说的 接下来 C语言 我看剃掉谁 这哥几个 把这SQL剃掉 SQL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肯定要学 对吧 好咱们用C 然后 他怎么也没给我来 一个被编程语言的选项 C有没有编程语言的一项 没有 光单纯的C回车 那肯定这种特别高 因为C的这个意义很多 我得要C语言 那这个咱看不出来了 我再试一下 看那C浪 Program 不行不行 这个C 这个关键字没法检索 那C语言的检索量多不多 我真的现在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先拿C咱跳过去吧 咱们用最后一个关键字 再检索一下 哪个关键字 Java Java一直排第一 但是 从明年1月份开始 2019年1月份开始 Java变成收费的软件 到时候 它会不会下降呢 不好说 咱们试试啊 最后一个 王牌语言 Java 看它的检索的量有多少啊 我直接选这个吧 变成语言 试试 黄色 大家看 这几种比较有人气的语言 现在我都给您检索完了 您现在看一下的话 排在第一位的 或者排在最上面的是哪个 Python 对吧 第二位的是Java 第三位的JavaScript 然后 然后的话 Ruby和Swift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相上下 我展且定一个Ruby吧 好吧 因为Swift它的应用这个面还是比较窄 不像Ruby应用的这么宽 那这个地方我干什么 我把这个Swift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咱们现在比较火爆的TypeScript试一下 用这个TypeScript检索一下 看看它的检索量有多少啊 也许会令您失望 大家请看 确实现在这个TypeScript的流行度还确实不是很高 这个咱得承认啊 然后我想用这个TypeScript和这个DAT语言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 因为这个Google Flutter刚公布1.0吗 它用的是DAT 那么我把这也敲上 再看一下 大家看 这个应该是没说谎 什么意思 就说DAT语言的现在流行度确实高于TypeScript 那么咱们来总结一下 如果咱们作为一个学生来说 学语言的话 手推哪种语言 这么看起来 手推Python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咱们学哪个 学Java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 明年一月份开始 Java会变成收费软件 那么采用它的公司的数量应该会减少 特别是一些个初创型的小公司 可能会减少 那么Java学不学 其实这地方应该画一个问号 好 那么接下来还学什么 JavaScript是该学的一门语言 包括刚才咱们看到的 这个Swift Cotlin 其实也都该学 然后现在虽然看起来很火爆的TypeScript 其实减锁量并不是很多 也许明年VUE3.0出版之后 TypeScript的减锁量可能会增加 但是也不好说 因为现在Angela用的就是它 但是它不也的 这个检索的这个次数不是很多吗 所以TypeScript今后怎么发展 还真的有点说不好 DAT语言 咱们再看 Flutter刚刚公布1.0 那今后使用DAT语言开发的朋友 肯定会增多 那么我也会不时的给您关注一下 这几门语言今后的走势情况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以后不定期的 咱们就来比较一下各种语言 看看他们的走势 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对不对 好 那这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